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我亲手做了一桌饭菜 等着妻子回家庆祝 她却因小竹马一句伤心 陪了她一整夜 看到沈志里动态中那紧紧相扣的双手 我却没有像以前那样心痛 平静地点了个赞 柳如烟打来电话 语气不耐 我和志里只是姐弟 你别误会我微微一笑 我知道 这个姿势不好看 下次试试带上钻戒 食指相扣柳如烟走进客厅 看着桌上的剩菜下意识皱眉 你是猪吗 吃这么多东西 她忘了昨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这些菜是她要求我亲手做的 我胃疼到进卵 根本懒得开口解释 见我和平时不太一样 柳如烟责了一声 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礼盒砸在我身上 摆什么臭脸 昨天那只是个误会 给你礼物还不行 不知从何时起 柳如烟逐渐习惯在惹怒我之后送个礼物 平息我的怒火 倘若这时我在因为她的举动生气 就会被她指责斤斤计较 不知感恩 盒子摔在地上 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 我看了一眼 忽然觉得里面装着的手链有些眼熟 想起来了 这似乎是上次沈志里过生日时 嫌弃太丑当众扔了的那条 就连银链上的磕痕都没修补一下 柳如烟见我没反应 眉头一皱 走到我身边想拉起我的胳膊 我甩开她的手 捂着位指着不远处的热水壶 我胃疼 帮我倒点水吧 许是看我脸色发白 浑身冷汗 柳如烟抿了名嘴 须尊为我拿了个杯子 正要倒水 电话响了 茶味十足的声音传来 如烟 你在哪里啊 我车子抛锚了 附近医护人都没有 我好怕 这里好黑啊 柳如烟动作慌乱 瞬间扔下水壶 仔细询问起沈志里目前的位置 她忘了我还在沙发上躺着 那瓶滚烫的热水 不偏不倚 撒在了我的腿上 我惨叫一声 疼到双眼眩晕 只感觉皮肉都被烫熟了 柳如烟只是捂住话筒 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别吵 志里现在情况很紧急 找不到她怎么办 在她心里 轻度灼伤的老公 根本比不上 脚柔造作的竹马 我咬着牙爬起 亮呛着挪进卫生间 用凉水冲洗着水泡 简单处理了一下 我走出门去 柳如烟 我要开车 没时间跟你磨蹭 志里的手机马上关机 车子我要用说完 她抓起车钥匙 以柳烟离开 我别无他法 只好裹上厚厚的绷带 独自一人前往医院 深夜 我忍着灼伤的顿痛 闭眼睡觉 门外响起柳如烟的叫声 周浩泽 赶紧过来给我开门 他明知我腿受伤 不方便挪动 却仍就拼命砸门 结婚十年 我处处为他考虑 哪怕在累在忙 也事事以他为先 我贴心地照顾 让他忘了 我不仅是他的老公 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闭着眼 没有动静 等了许久 柳如烟终于意识到 我拒绝了他的要求 门锁一响 他愤怒地冲了进来 周浩泽 你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有事 把车开走了 你就做出这种姿态 孰轻孰重 你分不清吗 脑子有病就去治 我无视了他的叫嚣 所有注意力都放在 跟在后面的沈志里身上 他助力在门前 身形挺拔 容光焕发 与因为病痛折磨 到脸色惨白的我 形成了鲜明对比 柳如烟的视线 落在沈志里身上 无比深情 今天太晚了 志里亦是回不了家 先在这里借助一晚 周浩泽 你收拾一下 去侧卧睡二 听着他的话 我愣了一下 随后十分硬气地拒绝 不行 我身体不舒服 不方便移动 柳如烟 脸色肉眼可见 沉了下去 他猛然抓起 柜子上的花瓶 砸到墙上 周浩泽 别给脸不要脸 赶紧让开 我不为所动 这还是我今晚第二次 不给柳如烟面子 柳如烟显然被我的态度刺激 烦躁地择了一声 我抬起毫无血色的脸 与他冷冷对视 柳如烟眉心微动 最终只是善善回身 看你难受 今天不跟你计较 以后再说 说完 他拉着沈志里离开 两人远去 沈志里委屈的抱怨声 清晰入耳 客房的门重重一关 我起身去客厅 毫不意外看到空荡荡的沙发 记得柳如烟之前 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他只把沈志里 当成自己的弟弟 会有姐姐和弟弟 相拥而眠吗 第二天 我下班回家 却看到房子 被折腾得乱七八糟 墙上挂着 助沈志里生日快乐的横幅 在周围人的簇拥下 柳如烟正报警沈志里 深情款款地宣布 志里 今天是你的生日 许个愿吧 无论你要什么 我都愿意给你 沈志里眼光流转 一回头看着我 得意地伸手 我要你用蛋糕砸它 没有任何犹豫 柳如烟静止向我走来 一把将我按在 桌子上的蛋糕里 反复摩擦 甜腻的味道充斥着鼻腔 我呼吸困难 柳如烟笑着问沈志里 这样可以吗 沈志里边拍手 边笑得前仰后合 再用力点 让她吃 看着我的囧态 除了她 柳如烟的几个好姐妹 也哈哈大笑着 举起手机 记录这一刻 天华集团的副总 竟然这么可怜 得好好拍下来 蛋糕上还插着 不知是谁用上的刀叉 我的脸狠狠撞在那些东西上 被划得全是伤痕 微微渗血 而我却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面无表情地将脸上的奶油和蛋糕拼弄掉 这一刻 我感到心中轰然一空 只剩长久的平静 柳如烟一扫昨日欲结 挑眉笑着看我 昨晚志里没休息好 不想去酒店过生日 只好在家里筹备 你赶紧收拾一下 给志里敬杯酒看她的样子 仿佛刚刚我经历了的一切 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我没有说话 转身回了卧室 关上门 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和柳如烟是大学同学 我一直觉得 身为细化的她肯和我在一起 是我的荣幸 哪怕沈志里一直跟她纠缠不清 我也能忍责忍 可我的一次次忍耐 却换来她的冷漠对待 卧室门被推开 柳如烟着急催促 你磨蹭什么 赶紧出来 我冷漠地看着她一眼 我酒精过敏很严重 不能喝柳如烟还没来得及开口 她身后 沈志里焦蛮的声音再次传来 那不行 随后 她挤过来 嘴角带着一抹冷笑 周浩泽 你怎么这么不惊动 连个玩笑都开不起 没事就给人甩脸色 她的话差点把我气笑了 我一个副总 脸被划伤的照片 被你们发到朋友圈肆意取消 这算哪门子玩笑 我看着沈志里手里的酒杯 猛然起身 一把夺过泼在她脸上 不是爱开玩笑吗 不能我一个人快乐 你也试试 三 沈志里尖叫一声 血红的酒液顺着她的额头倾斜而下 瞬间把人染成一只火鸡 现场的人都惊呆了 柳如烟怒不可遏 她面容扭曲 扶着沈志里走到客厅 随后拿起一瓶酒 快不回到我身边 一手掐住我的脖子 一手将酒水凶猛地灌了进来 我奋力挣扎 被枪到脸色通红 她的几个姐妹却在旁边鼓掌叫好 不愧是如烟 真女人 柳如烟把瓶子扔下 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下次动手前 想清楚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说完 她就去照顾沈志里了 我花了好久才将口鼻的酒水吐出来 纵使如此 仍旧误吞了很多 捂着咽喉 我决定离开这里 本来准备过段时间和她商谈离婚事宜 现在看来 没什么必要 也许在柳如烟心中 我是个多余的人吧 我推门而出 柳如烟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她身边坐着的沈志里擦干净头上的酒水 此时愤愤瞪着我 咬牙挑衅 周浩泽 我选的红酒好喝吗 我转身看着她 你刚刚不也尝过了接着 我又看向等着看我笑话的其他人 严肃警告 希望你们赶紧把朋友圈删了 如果我的名誉因此受损 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们 但他们只是不懈地笑了笑 根本没把我当回事 我顿了顿 还是和柳如烟宣布 我明天整理一下 让秘书把离婚协议送来 你签字就行了 说完 我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柳如烟 不可知性地咆哮 你什么意思 停下 赶紧给我回来说清楚 但我从未回头 走出家门的那一刻 忽然感到一阵轻松 这段艰辛的感情 我守护了十年 如今也该放下了 我到公司附近的酒店站住 刚在床上躺下 突然感觉胸口闷痛 呼吸急促 我心里一慌 酒精过敏的反应 还是出现了 我挣扎着起身 胡乱按下联系人的电话 倒在地上 等我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医院 身边坐着的 是我的顶头上司 陆晶晶 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你还好吗 我刚刚和医生确认过 你这是酒精过敏 引起的病症 已经输了夜 需要留院观察一下 我点点头 和他礼貌道谢 后来我才得知 拨通陆晶晶电话时 他正在参加会议 但听说我情况不对 陆晶晶没有一秒迟疑 放下一切赶了过来 还好有他帮忙 我才捡回一条命 我感激得无以复加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势柳如烟 我接通 他语气很不耐烦 你有完没完 不就是一个玩笑 还玩起离家出走这套了 赶紧回来 治理宿醉有点头疼 让你给他煮醒酒汤 记得态度温和点 我劝劝他 不要跟你计较 我气得冷笑一声 挂了电话后调成静音 他却穷追不舍 又发来消息 你敢随便挂我电话 我们饿了 家里没什么食物 你再去买点东西 回来做饭 速度点 大家都等着呢 我不胜其烦 干脆拍了一张 住院的照片 回复他 没时间四 那边再无回应 陆晶晶离开后 我挂心手头业务 也飞快办理了出院 刚走到公司楼下 就被两个熟悉的身影 拦住去路 是柳如烟 和沈晶离 两人堵在门口 沈晶离双手抱胸 得意洋洋地看着我笑道 如烟姐 我说得没错吧 她就是在骗人 一个小时前 还躺在病床上的人 怎么这么快就来工作了 你还说要相信她 我看啊 你的真心就是这样 被狗吃了 柳如烟一脸愤怒地指责我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周浩泽 你真让我失望 不仅伤害了我的关心 还浪费了我的时间 关心 如果柳如烟真的关心我 就应该打听我在哪个医院 而不是带着沈晶离 像捉贼一样 跑到公司来求证 她对我没有任何心疼 只是想像从前那样 抓住我的不足 狠狠攻击 记得六年前 我因为腰椎问题 动了个小手术 当时我为了不让柳如烟担心 强撑着病体 在家照顾她 我自以为能感动她 可看着卫生间里染血的绷带 柳如烟只是厌恶地皱眉 让我处理干净再回家 她可以请个保姆 回想起那冰冷的眼神 我心中一痛 懒得辩解 绕过他们 准备直接进去 可我终究高估了 自己的身体情况 刚走进大厅 我的四肢再次不听使唤 致膝盖涌上胸口 一时间 我看不清前面的路 亮腔两步 我不知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向后摔去 腰椎手术后 我落下了病根 如果这样意外摔倒 恐怕又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我惊呼出声 就在这时 路晶晶稳稳地将我拖住了 耳边响起一道紧张的声音 周浩泽 你还好吗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我又一次被路晶晶救了 这次 酒精过敏的反应彻底消退 医院里 路晶晶担心地责备我 医生让你静养三天 你怎么不听话 随便跑出去 差点出事 我有些羞愧地低下头 这次的项目很关键 价值十几个亿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 影响整个公司 路晶晶温柔地拍了拍 我的肩膀 放心吧 我已经和小组对接了 有我在 不会出任何意外 看着他双眼下 浓重的黑眼圈 我更惭愧了 因为我处理不好感情问题 竟然让堂堂总裁 跟着我受累 真是不应该 我正准备开口道谢 柳如烟忽然推门而入 他皱眉头 不分青红皂白 冲上来给了路晶晶一拳 随后指着我的鼻子怒骂 你居然敢背着我出轨 我愤怒一场 堵在路晶晶身前回对 柳如烟 你疯了是不是 心脏看什么都脏 我们是正常的同事关系 你凭什么打人家 赶紧道歉 柳如烟冷笑一声 怎么你一晕倒 他就能冲 过来抱住你 要是你们只是 普通同事的关系 他反应能有这么迅速 周浩泽 你的狡辩听起来真可笑 是怕我在公司门前 拆穿你装病才晕倒吧 我不恶心 误误 听到他的话 我忍无可忍 从包里拿出医生的诊断 狠狠拍在柳如烟的脸上 瞪大你的狗眼 自己看看 你究竟怎么说出这种话的 从我们结婚那天起 我就告诉过你 我酒精过敏很严重 如果过量饮酒 可能会致死 但是你还是为了审治理 给我灌下大半瓶酒 你知不知道 如果没有路晶晶的救助 我昨晚就会死 我的腰椎动过手术 如果路晶晶没有将我接住 很可能我后半生 就要在轮椅上渡过 可我发生这么多事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身为我的妻子 你不仅没有尽到 照顾我的义务 现在居然还跑来 和我大吵大闹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我的一连串爆发式问话 直接把柳如烟堵成了哑巴 就在这时 医生急匆匆走了过来 看到我竟然又在地上站着 他皱了皱眉 赶紧把我扶回病床 你怎么随意下地 你的过敏情况很严重 如果这次再随便出院 很可能会因抢救不及时 危及生命 我不能让你离开 另外 检查师我发现 你的腰椎又有并发的迹象 如果不好好保护 未来很可能还要引发 严重的后遗症 医生一边说 一边把一堆报告 摆在了我的面前 原本柳如烟准备狠狠反驳我 看到这一幕 他意识到我并没有说谎 露出十分震惊的表情 这是真的吗 他有些不敢相信的喃喃自语 医生不耐烦地看着他 这位家属 请不要随便质疑一个医生的判断 柳如烟坠坠不安 想凑到我身前 陆晶晶却一把将他大力推开 柳如烟低头小声 小声道歉 周浩泽 真对不起 我没想到 那只是个玩笑 柳如烟话音未落 沈志里忽然走了进来 他巡视一圈 过去紧紧抱着柳如烟的胳膊 挑衅地看着我 周浩泽 如烟姐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你就别再缠着她了 听着她的话 在场所有人脸上 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感觉自己的心猛得一疼 忍不住攥紧被子 憋了半天 只是冷笑一声 原来柳如烟来医院 是为了当准妈妈 那恭喜你们了 得偿所愿啊 说完这话后 柳如烟肉眼可见地慌张起来 事情不是这样的 周浩泽你听我解释 没必要我冷冷地打断她的话 麻烦你们去外面庆祝 我想休息 另外 等律师回复后 我会把离婚协议送回去 记得签字不等她再说什么 一直在我身边站着的陆晶晶 深吸一口气 双手攥拳 猛地拽着他们的衣领 想将两人拖拽出去 你还是人吧 你究竟怎么配活到这个世界上的 不管陆晶晶态度有多恶劣 柳如烟双手扒紧门框 就是不肯走 她忽然开口问我 周浩泽 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吗 我们都已经结婚十年了 你怎么能这么轻易 抛开以前美好的时光 六 我好像听到了这世间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 美好的时光 柳如烟 你在说什么蠢话 我愤怒至极 忍不住坐起身 连呼吸都在颤抖 这么多年 你一直无视我的感受 用尽各种手段贬低我 辱骂我 在你朋友面前叫我辱骂我 说我脑子不好用 任凭他们嘲笑我 说这些都是我活该 为了逃审治理开心 你不惜折磨我 伤害我的生命 在我需要你照顾我的时候 冒我矫情 还命令我给你可怜 孱弱的小男友当保姆 你和他造孩子的时候 从没想过我们的婚姻 在每个我需要妻子的时候 你都装作陌生人 冷落刻薄我 我解开病号服最顶头的两颗扣子 露出因为酒精过敏 红肿凸起的皮肤 以及手上亲子的针眼 冷酷地问他 你说的美好时光在哪里 为什么我从没感受到过 疯狂输出过后 我长呼一口气 眼神比薄地看着他 也许曾经我真的很爱你 但现在你在我眼里一文不值 赶紧滚吧 别打扰我休息 柳如烟张口结舌 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的脸上闪过震惊 羞愧 悔恨 片刻后 柳如烟松手 颓然地离开了 我默默闭眼 曾经以为 十年这么刻骨铭心的爱 我这辈子都无法放下 可实际上 从我下定决心的那一刻起 这个女人在我心中 已经消失了 那之后 我仅遵医嘱 在医院静养 这期间 陆晶晶来过几趟 她知道我挂心公司项目 特地把进展告诉我 柳如烟则像消失了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 不围着柳如烟打转后 我忽然发现 我的生活变得舒心而平静 没有精神内耗 没有阴阳打压 不用看柳如烟脸色 这样的日子 简直不要太美好 原本以为 这份宁静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没想到 一周后 我出院的当天 柳如烟又出现了 她捧着一大堆鲜花 浩泽 今天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 我来接你回家 柳如烟一改往日的作风 眼神躲闪 带着几分讨好 把一大捧玫瑰送到我面前 我看着那焦脆欲滴的花 心中却没有任何波澜 今天是你第一次流产的日子 是我们孩子的忌日 没什么好庆祝的 你已经忘了这件事吧 结婚第五年 柳如烟怀孕了 却因为审治理的关系 她毅然居然取留到了孩子 当时我在外出差 听到柳如烟说 孩子流产时 整个人都吓坏了 我连忙坐飞机赶回去 一进家门 就被柳如烟一顿劈头盖脸的骂 周浩泽 你有什么用 好端端的出什么差 害得我连孩子都没保住 我当时还真以为 是我没照顾好柳如烟 才会导致她流产的 那段时间 我天天以泪洗面 精神近乎崩溃 可是后来 我才知道 她是为了不让审治理伤心 主动去医院 打掉我们的孩子 你的猪脑子 整天在想什么 难道还想庆祝 杀了我孩子的日子 柳如烟听到我的责问 十分尴尬地收回了手 对不起 我已经忘了这件事 我冷笑一声 不 你从来懒得关心我的生活 柳如烟面子有些挂不住 嘴硬反驳 我跟你是夫妻 怎么会不关心你 我问她 那你告诉我 我的生日是哪天 柳如烟顿时闭嘴 我转身离开 七 柳如烟并没有就此放弃 第二天 我下班后 正准备回临时下榻的酒店 却被她堵在门口 柳如烟手里拎着一个饭盒 兴高采烈地看着我 你瘦了 最近一定没好好吃饭吧 我给你炖了排骨汤 你趁热喝吧 我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我最讨厌排骨汤 你不知道吗 柳如烟再次尴尬地愣在原地 她十分抱歉地说 我没注意 对不起 其实我并不挑食 但比起让柳如烟不停纠缠 我宁可现在挑刺 让她知难而退 看着柳如烟这副委屈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 她带着朋友回家吃饭的情景 为了让柳如烟吃到最可口的饭菜 结婚不久 我就报了的培训班 跟着米其林餐厅的主厨磨练记忆 可无论我做什么 柳如烟总能找到不满意的地方 每一顿饭 她都会挑三拣四 肉有怪味 汤不够好 米饭太硬 青菜炒老了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评价 一次 外边下暴雨 柳如烟带着朋友回家 一时兴起 决定喝酒 我怕空腹饮酒会胃疼 大半夜爬起来 帮他们做了一桌子菜 端上桌时 柳如烟表情冷漠 当着所有人的面掀翻了桌子 厌恶地看着我 这么恶心的东西 拿出来是为了让人嘲笑吗 赶紧滚 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那时 我一次次怀疑自己的厨艺 特别是亲耳听到柳如烟夸赞 沈志里的手艺后 很长时间不敢下厨 可直到一次聚会 有人说起这件事 我才知道 柳如烟发脾气 是因为沈志里觉得我在他面前摆男主人的姿态 多可笑 见我又要离开 柳如烟赶紧叫着我 我来接你回家 不喝汤也没关系 你想吃什么 回去我学着做终究做了十年夫妻 看他这么局促不安的样子 我还是坐上了车 柳如烟高兴坏了 路上不停向我保证 他已经知道错了 以后会好好和我过日子 我没有说话 只是闭目养神 回到家 刚走进客厅 我就看到地上散落了的鞋子 再往里走去 角落里 散落着沈志里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衣服 纵使我已经对柳如烟不抱有任何期望 可亲眼看到这一幕 我仍觉得十分讽刺 一边跟沈志里同居生活 一边和我道歉 这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吗 可我只感受到浓浓的蚊子血 我走回客厅 柳如烟正要戴上围裙 他回头看我 做蛋炒饭好不好 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 很爱吃 我坐在沙发上 默默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 向前推了推 赶紧签字吧 就当你放过我柳如烟愣在原地 他的视线在我和离婚协议上来回打转 过了好一会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走了过来 真的不能再原谅我一次吗 柳如烟动作僵硬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期待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又过了很长时间 柳如烟才缓缓从衬衣口袋中掏出一支钢笔 他双手颤抖 很久才扶住文件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爸 拿到文件后 我一刻也不愿在这里多待 起身准备离开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忽然开口 是因为沈志里骂 我其实根本没有怀孕 那天我喝醉了 不小心和他发生了关系 但真的只有那一回 我已经和他彻底分开了 这件事我知道 柳如烟好歹也是十家豪门的继承人 总会有那么几个愿意挖掘他私生活的狗仔 他们录下了沈志里死缠烂打 哭着求柳如烟见自己一面的滑稽视频 上了同城热门 沈志里情绪太过激动 被柳如烟接连拒绝后 当场心脏病发作 晕倒在公司门前 在周围看热闹的群众的议论声里 被匆匆赶来的沈父沈母拖上车 送到了医院 我摇了摇头 不是 和是哪个男人没关系 我只是单纯地恶心你 说完这句话 我拿起文件 转身离开 时光荏苒 一眨眼就过了三年 我开始新生活后 不再关注柳如烟的一举一动 她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 我在距离公司很近的地方 买下一套房 生活便利不少 从前 为了满足柳如烟 喜欢远离市中心的偏好 我陪她一起住在城郊 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上班通勤都要一小时起步 现在 可以拖到15分钟再出门 这期间 陆晶晶曾经和我表达过好感 但我每次都拒绝了 并非我对爱情深恶痛绝 只是受伤太深 我暂时没有再次奔向一份 看似理想的爱的勇气 况且 我在前一段感情生活中千疮百孔 陆晶晶还是意气风发的单身总裁 我自觉配不上她 虽然我一直在拒绝 可陆晶晶并没有轻易放弃 不得已 我告诉她 只要企业挺进全国一百强 我愿意和她试试 很快 上天给了公司一个巨大的机会 这次的项目投资方是一家跨国公司 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们 竟然主动联系 想要达成合作 他们提出的项目标的额巨大 如果真的能成功 一百强绝对不是问题 全公司上下都打起精神 准备迎接对方的高管 亲自商谈合作 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 我们一早就准备好了所有资料 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到来 很快 一个女人走到了会议室门口 我们起身迎接 可看清女人面孔的那一刻 我却待在了原地 那个高管竟然是柳如烟 她走进会议室 放下资料 从容地和我们解释 跨国公司的总裁 和我家一直有业务合作 听说这次要和你们接洽 我自告奋勇 以公司高管的名义来了 看着面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 我忍不住皱眉 命运为何如此折腾 竟然又让我遇到了她 一时间 我不知应该用什么态度 去面对柳如烟 只好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点头请她坐下 本以为这次合作 会因为之前的不愉快闹掰 可柳如烟没有为难任何人 而是十分大方地 答应了所有条件 过几天 到了庆宫宴的时候 就 柳如烟没有出席晚宴 而是在快结束的时候 约我到天台去谈心 我有些惶恐 可更多的是好奇 最终 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一路走到楼顶 推开门 清凉的夜风吹拂我的脸颊 柳如烟正站在不远处 看清她周围的摆设 我有些发呆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我读大学时 很喜欢的乐高 大大小小的乐高堆叠在一起 柳如烟站在正中间 捧着一束玫瑰 笑着走了过来 浩泽 今天是你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她伸出手 我低头一看 她的手心放着一枚钻戒 和我们结婚时那枚一模一样 只是细看能发现区别 我定制时偷偷刻下的名字缩写没了 柳如烟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 当初那个任性又自我的我已经消失了 这些年我反思了自己的所有问题 绝对不会再那样对待你了 我用我的性命发誓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 让我用这一辈子 来弥补当初亏欠你的爱 我眼眶有些湿润 可心中却只有浓浓的遗憾 看着柳如烟深情的模样 我忍不住想 如果她之前就能意识到这一点 该有多好 杀不死我的伤害 并不会让我更强大 伤害永远是伤害 哪怕那的曾经用刀割伤我的人 跪地求饶道歉 疤痕已经存在 就不可能复原了 我后退两步 缓缓摇了摇头 从包里拿出结婚证 给她展示 合作签订的那的下午 我和陆晶晶去登记结婚了 我看着柳如烟 与其平静 对不起 我没办法对你对我造成的伤害释怀 也许像你说的 你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 但我们也没有可能 我已经不爱你了 你应该找个适合你的人 共度余生 柳如烟的表情瞬间垮了 看到这一幕 我忽然感觉 她身体当中的灵气 似乎突然消散了 隔了很久 她才沮丧地摇了摇头 声音颤抖地再次求证 真的吗 无论你是否结婚 我都不介意 你的心里真的没我了吗 我叹了口气 对不起柳如烟怅然若失 捏紧了手里的玫瑰 把腿向着楼梯的方向走去 我的心突然跳了一下 柳如烟 你要去哪 她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明天要去国外了 忽然很想回去看看我们结婚的那个地方 有时我在想 如果那时我没有哄骗你 是不是最后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 我身心一顿 思绪也被带回了那时候 我的家庭和柳家相差十万八千里 如果不是柳如烟执意要嫁给我 柳家无论如何都不会点头 那天我本想亲自去将上载农村的父母接过来参加婚礼 柳如烟的父母却告诉我 他们早已安排司机去接 可一直等到将近中午 仍然没有看到父母的身影 我有些着急 柳如烟安慰我 就算爸妈赶不过来 他们也可以安排别人顶上这个位置 直到婚礼结束 我才得到母亲的消息 司机根本没去接他们 而是把整个村的道路堵住 不许他们来这场婚礼 这件事是柳如烟出的主意 他从那时起就只想接受我好的一面 而不是全部的我了 是 柳如烟离开后不久 天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我回到宴会厅 手机忽然响起 打开一看 是柳如烟发来的视频 他开着车 我一眼就看到 他的后视镜上 挂着那个我曾经亲手编织的腹带 那时 他比我品位差 当着我的面摘下福袋 扔进垃圾箱 是我心疼 偷偷捡回来 洗干净保存在抽屉里 柳如烟开口说话了 我拼命努力 以为只要成为一个比之前更好的人 就能抹出你的伤害 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 但我真的太傻了 破镜不能重圆 就算和好 也不再是之前那个镜子了 我很抱歉 但我想这辈子 我已经没有机会 让你感到幸福了 柳如烟的声音 有些哽咽 他一边说 一边缓缓松开双手 任由方向弹 开始左右危险地摇摆 柳如烟脸上露出一个释怀的笑容 他看着镜头 一字一句地说 如果有来生 我希望 我们能成为一对幸福的伴侣 随后 我听到砰的一声 画面黑了下来 当晚 我接到一个陌生的来电 你好 请问是周浩泽吗 我是城南分局的警务人员 柳小姐于今天晚上十点左右 在高速上不幸遭遇了车祸 目前已确认死亡 她设置的唯一紧急联系人是您 请问 您有时间尽快过来一趟 认领尸体 操办手续吗 听着对面急切的声音 我的视线看着窗外 肆意瓢泼的大雨 发现柳如烟和沈志里私情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个雨天 那时我们结婚不到半年 我妈来我家看望我 因为遇到沈志里 被她气到脑梗 我吓坏了 拨打了120后 慌乱间 拽着柳如烟的胳膊求助 我哭着问她 我妈会不会有事 求她赶紧想想办法 那天 沈志里第一次回国 柳如烟欣欣喜若狂 给她举办了一场欢迎宴 喝了很多酒 她借着酒精 把沈志里搂在怀里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周浩泽你是傻叉吗 我又不是医生 怎么知道你这个土鳖老妈会怎么样 能不能别矫情了 我都说过了 这里只是我的弟弟 我们聚在一起喝几杯酒 你和你妈就上窜下跳 死了也活该 周先生 您还在吗 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沉默了太长时间 电话那边的警员 不得不再次重复柳如烟的情况 我垂下眼眸 轻轻叹了口气 随后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好意思 你们找错人了一年后 到了柳如烟既日这天 我破天荒 想去看看她的墓 墓碑上 柳如烟的黑白照片 笑意至里 是我年少时心动的模样 我放在一株玫瑰 转身准备离开 陆晶晶陪在我身边 轻轻搂着我的肩膀 快要上车时 一只浑身漆黑的小狗 不知从何处钻出来 堵在车前 冲我们拼命摇尾巴 我想下去把他抱开 小狗搭住我的 怎么都不肯撒手 我似有所感 抬头看向陆晶晶 我们收养他 把陆晶晶笑着答应了 我找了个纸箱子 把小狗放了进去 随后一脚油门 带着满载整车的幸福 向着前方驶去 全文完